Hello 大家好 我是趙趙 錄影時間是3月3日 剛剛我們收到消息 一名63歲的男子 他在上星期五接種科興疫苗 兩天之後他發現氣速 之後就死亡 伊麗莎白醫院副行政總監陳偉文醫生 搶救病人時發現了 他出現慢性肢氣管炎的徵狀 他的病情急轉直下之後就死亡 這名男子是長期病患者 他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 慢性肢氣管炎和吸煙的習慣 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就說 會討論這個事件 儀式衛局正了解這件事 詳情遲些會公佈 我們看回死者的病例之後 其實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一個長期病患者 竟然可以送你去打疫苗 就算當我一個行外人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 我都覺得其實他的風險是相對偏高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有可能是程序出錯的 我們建議打疫苗的時候 應該增加以下兩個程序 第一 政府應該設立一個熱線中心 是給長者打電話去查詢 到底他們有什麼病 而那些病是可不可以接種疫苗的呢 因為其實我遇到有很多長者 他們是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打疫苗的 有些又說做過通波仔手術 不可以打疫苗 也有些說可能長期病患不能打 所以其實有很多長者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們是否適合打疫苗的 所以其實政府應該設立一個熱線中心 是可以給長者去查詢的 而且政府是應該要教育多些市民 臨去打疫苗之前 而你又是長期病患的 應該是要看醫生 問了醫生的建議才去打針的 第二 應該要有嚴謹的病歷申報機制 那就是說其實應該收集一班醫生的意見 認為有些什麼高風險的病的時候 就應該寫在一個申報表裡 然後就要他們填他們有沒有這些病歷 如果有的話就要見醫生才可以給他打疫苗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建議呢 因為最主要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案子裡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是一個長期病患者 而且是有非常之多嚴重的疾病的 但是他最終是能夠成功去接種疫苗的 那這個是一個都很大的漏洞 我甚至乎覺得其實為什麼可以有一個這麼大的漏洞 為什麼打疫苗之前是完全是不需要申報病歷的 那程序上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其實如果有長期病患的話 政府是要嚴謹去做這個申報機制的 香港藥劑師學會表示 科興滅活疫苗的技術是最成熟的 它和每年接種的流感疫苗的技術是相同的 學會表示 最早接種這三款疫苗的臨床試驗人士 是已經數以百萬計的 所以香港人就不用擔心 強調香港人不是白老鼠 那我們現在就和大家對比一下 這三種疫苗的數據 常見副作用A 發燒 科興是2.8% 而鮑娛體是14.2% 牛津是24% 疲倦 科興是4.2% 復星是62.9% 牛津是76% 肌肉痛 科興是2.1% 巴牛體是38.3% 牛津是35-53% 頭痛 科興是1.4% 巴牛體是55.1% 而牛津是31%至65% 常見副作用B 在注射部位的反應 科興 發紅 腫脹 疼痛等 它是22.2% 而巴牛體是發紅 是9.5% 總像是10.5% 疼痛 84.1% 牛津 發紅 總像 疼痛等 是76%至88% 如果發冷 科興是沒有的 而巴牛體是有31.9% 牛津是14-35% 作牛 科興是有1.4% 而巴牛體是1.1% 牛津是27% 輻射 科興是有4.2% 而巴牛體和牛津 都是沒有輻射的副作用 我們看看剛才藥劑師學會說 科興是用了一個叫做滅活技術 而這個技術是用了很多年 跟我們以往打的流感針一樣 所以它的副作用少些 安全性會更高 亦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有效率會較低 我們現在看看 科興的有效率是50-60% 復興是95% 牛津是70% 所以我們看到 有效率雖然是低一點 但它的副作用是少一點 所以有時候不可以只看有效率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科興的疫苗 是可以避免重症的 重症的意思就是 當你中了肺炎之後 你不會去到深切治療部 那麼嚴重的程度 變成像雙風感冒那樣 如果變成雙風感冒那樣 如果變成雙風感冒那樣的話 其實基本上 就是等於沒事 即是你中了 都不會有重症之後死亡 是的 還有某程度上 也可以令到醫療的負擔 是降低了的 是的 還有其實這個新冠病毒 它最嚴重的地方 是因為它會重症之後死亡 如果它已經解決了 你不會有重症 你不會有死亡 其實跟雙風感冒差不多 那麼在3月2日 香港就有第一宗 63歲的患者 懷疑接種了科興疫苗死亡 同一日 在日本 也是3月2日 都有第一宗 接種了疫苗的死亡 疑似死亡事件 而這個個案 跟香港有一點點不同 它比香港的死者更年輕 只是60歲 年輕3歲 而且它沒有任何病歷紀錄 它接種的是輝瑞疫苗 嗯 即是同一日 接種輝瑞疫苗 在日本都有死亡個案 嗯 而在其他國家 我們之前有一條片都有講過 在挪威 有29個長者 大概是75歲左右 在接種了輝瑞疫苗之後 亦都死亡了 而當地NIPN的回應 其實不太感到意外 因為這是預期以內 嗯 這樣說也可以 人家死亡還說是預期以內 除了挪威之外 在美國 早期疫苗試驗 FDA試驗的時候 其實也有6名試驗者死亡 之後接種疫苗的時候 亦都有一個56歲的醫生 他的名字叫George Michael 是一個婦產科醫生 在接種了疫苗之後 16日死亡 他的太太就說 他的老公身體非常健康 而且經常做運動 就不會無故死 去到葡萄牙了 有一個41歲的女醫護 他的名字叫Sonia 同樣地在接種了輝瑞疫苗 兩天之後就死亡了 我們說完輝瑞 現在我們就說說科興 接種科興的地方 是有泰國、菲律賓、墨西哥、馬來西亞 印尼、智利和巴西等等 而死亡的個案 暫時就發生了一宗 就是在印尼 這一個疑似 因為接種科興疫苗而死亡的 印尼女子 是一名33歲的女護士 她在接種了科興疫苗9天之後 居然是中了新冠肺炎 其實我們看到那些疫苗 一般來說都是要打兩針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將劑量同一時間打入你身體裏 就擔心你的身體是承受不了的 就會分兩次打 而慢慢將你的身體的抗體增加 而在印尼這個案件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女死者 她是一個職業 護士 沒錯 變成了其實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 她可能是會經常接觸病患者 不幸地在接種了第一針之後 未到第二針之前 沒錯 她的抗體水平可能未足夠 而她的工作環境亦十分危險 而令到最終確診了肺炎而死亡 是的 她是在1月28日接種第一針 之後她就在2月5日 就中了新冠肺炎而送院 接著她就在同月14日離世 看回這個案件 她未必是因為接種科興疫苗而死亡 只是因為她接種科興疫苗的時候是第一針 她未接種第二針之前 她就中了新冠肺炎而死亡 所以其實印尼這件事件 跟科興沒有什麼關係 只不過她因為她曾經接種過科興疫苗 有些人就說中國的數據是造假 我們看回 有這麼多個國家都是接種過科興疫苗 那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報道 中國你就說別人造假 難道這麼多國家都幫中國造假 我想他們會真的這樣想 因為他們的潛意識裏面就是 你只要幫中國說話的話 他們就會說你是說謊 被人收買了 之而此類很多的理由 香港這個個案 還未證實到是跟科興疫苗有直接關係 而驗屍報告都還未有出 但是毒果又黃毒發作又來了 讀過就說他們訪問了其中一名死者的友人 那個死者的友人就跟蘋果說 就說以他了解死者生前只有糖尿病 就未曾聽聞過他有心臟病 或者其他疾病 他又說這名李翁在上星期五 先接種完科興疫苗 兩天後就過世 有沒有這麼巧合啊大佬 有人就說 我是知道他要食代糖取代糖分 但是這些病是不會令他無緣無故過世吧 我發現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那件事就是 這個報紙 往往能夠第一時間 找到所有事發者 身邊的朋友 那些親朋戚友出來的 所有的個案裡面 他都能夠找到 除了831 不知道為什麼 找到的都找不到 是的 還有他那個朋友 我先當他是真實存在 這個患者 原來也有幾多疾病 包括心臟病 慢性肢氣本炎等等 這些疾病 我相信 你如果只是他一個朋友 你是不會知道的 糖尿病可能會比較容易知道 可能你會看到他去打手指 去測血糖 吃糖尿病藥 但是如果你說肢氣本炎 或者是高膽布松 高血壓這些 我想除非你是他家人 否則其實我想他不會 所有事情都會跟你說 還有蘋果為何又做這個報道 就是又想做維穩 維持香港穩定地混亂 蘋果這個報道是有用意的 就是說死者的朋友 不覺得他有其他病 其實又是想令到別人 以為會不會政府隱瞞病情呢 又或者會不會政府 是故意冤枉他 說他有其他病呢 還有有沒有這麼多朋友 姨媽姑姐 被他訪問到 即時又找到別人的朋友出來 其實分分鐘 很大可能 根本上這個朋友 無名無姓 他自己寫下去的 他自己作下去都可以的 有沒有那個朋友的樣子 沒有的 朋友姓名沒有的 只是老翁的朋友 跟著就說天花龍鳳都可以的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蘋果最喜歡知情人士透露 或者消息人士 只要他講了這兩樣東西 就之後講什麼都可以的了 亂說都可以的 所以蘋果一直都用這些手法 搞到香港變成今時今日這樣 讀過這些傳媒 就最適合一些沒腦的人看的了 那幫年燈仔 就想著餘獲至寶 在網上已經催行 說這名男子是因為接種科興疫苗而死的 而且他們的留言還很冷血 我們看看他們怎麼說 連燈仔出名就最無品 他們就說了 哇 打針兩天就有錢收 然後就說了 這樣就賺到250萬了 這個還沒有人性 他說哪位家屬推廢腦打針 他們真的很沒有人性 要說這些話 還有我們看到 在科興的疫苗 在這宗案件裡 有疑似的死亡個案 他們就好像撿到寶 這樣 就無限放大 但是他們自己美國爸爸的疫苗 有任何死亡個案 他都好像是可以當看不到的 不出聲的 好像這宗案件 一發生了 連燈馬上有很多留言 都在說這一宗 剛才還有些人很沒有人性 是啊 還有我想說 打疫苗有一定的風險 這個是真的 但是呢 他們永遠就只會看到 中國所有的風險 但是外國的風險 他們是 當它沒有存在過的 所以其實就說 科興疫苗不是一定最好 只不過是他們會將一兩件事 就放到無限大來說 所以其實這條片裡面 我們是想讓大家知道 疫苗是有一定的風險的 沒有一個疫苗是絕對安全的 我們也都很中立地去比較了 科興和輝瑞在世界各地 疑似的死亡個案 但是 在一個程序上的話 我們覺得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去避免未來 有可能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出現 沒錯 所以大家記得要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希望政府可以在程序上做得更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條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廣傳我的影片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人人做文書 你我也有責 下次再說個 拜拜